一开始我们知道双方的坦克的这种对着攻击互相开炮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所以双方都考虑坦克炮的性能 穿甲能力 坦克装甲以及后勤维护能力 然后呢就是单兵可以使用反坦克火箭 因为反坦克无后作力炮火箭从二战开始就已经装备了 德国 美国先开始用 这边美国的Bazooka 然后呢德国这边铁拳 只是一直发展到现在 所以我们也看到双方都使用这种兼设式的 比如说美国搞过M72 然后俄罗斯搞过RPG这个一系列东西 那么双方都可以用单兵使用的 等到了第四次以后呢开始 反坦克的单兵使用的导弹开始走上前线了 因为使用火箭筒打坦克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气象环境影响挺大的 我们看电影里边扛个RPG 照坦克帮一下干掉一个 或者是把直升机干下来 黑影坠落在看过那电影 但实际上有经验的一个同志们都知道 RPG这个玩意儿 如果是在一个彻底无风环境下 精度很好 打个300米400米 打到把门上可以 但如果战场上出现一些侧风 横风气影响的话 你会发现打退之后 这个弹它的发散一下就很大了 所以实战中 以色列人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拿着反坦克火箭筒 面对一个很近的一个坦克冲过来 连打两三发打不着 这个精度是很成问题的 一个人带弹量很少 所以打完之后 这很快你就没有抵抗力了 所以反坦克导弹一旦出现之后 这个形象就不一样了 那时候主要是阿拉伯过来 不得一些导弹 就是俄罗斯提供的 就是北约称为AT-3 萨格尔的那些系列导弹 对以色列装弹部队 经过很多攻击 所以原来实际上说 这整个战场上 铺满了各种各样的 就是导弹走过之后 留下的导线 因为那时候线导 导弹发出去之后 后面拖一个铜线 这个铜线是发射控制信号 射手要拿着操纵杆 要看导弹往前飞 就是控制个遥控飞机一样 直到命中为止 那是个很老的导弹了 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出现了 大量的密集使用反导弹 对一个坦克部队 进行袭击的情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